我們大家在聊天過程中 我沒有請求任何人的幫忙 但是大家都是非常自動自發 然後對這件事情是非常的關注 然後所有人都是自己慷慨解囊 自己想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關心疫情的發展 那也相信台灣現在 正在度過一個很艱難的時刻 那這一段日子 我們集結了自己親友的一些資助 然後自己打電話到醫院 然後來確認醫療院所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來進行這個捐助 後來我了解疫情整個走向之後 我發現所有的病患第一時間 都一定會先送進急診 在急診做了正確的評估之後 才會把它分送到其他部門去 所以急診是第一時間是最前線 能夠碰到我們所有的病患 所以我在想急診這方面的資源 一定要更加的完善才行 現在我們針對台北的醫生在做詢問當中 那如果說接下來在未來的日子 如果還有其他的院所需要大家的幫助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願意伸出手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還為這個社會做一點心力的話 我們一定會盡力去做 大家在聊天過程中 我沒有請求任何人的幫忙 但是大家都是非常自動自發 然後對這件事情是非常的關注 然後所有人都是自己慷慨解囊 自己想要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因為一些壓力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緣故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對自己的同胞 然後自己人都很關心 然後大家都希望能夠趕快恢復到正常的生活方式 對 所以希望盡自己一點小小的心力 尤其事實上有時候大家看這個單駕床 好像不是那麼的緊急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運送病人的時候 其實這是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像大家也有看到 過去有人要運送一兩百公里 甚至到別的單位 這個事實上就有非常大的一個用處 那一個好東西 那不只是病人會覺得比較舒服 那在醫療上 或是相對的這個隨行的醫護人員 也都會有很正面的一個效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何浩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國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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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聽一點 快一點 你看看什麼看 你 corre